对议员关心2021年同案节的办理情形 县府包括了卫生局长、文化局长、秘书长及县长都提出说明 强调以往同案节都是2月就启动规划办理 而今年是4月28号 接到县议会预算动支的公文之后才启动 目前30多个标案都在陆续公开招标当中 担忧影响到招标的公正性 等到绝标之后会向议会来做详细报告 关心的一个到底国内外的一个表演的演出的团队 到底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处理 这个其实在标案里面也都有一些规划 我们也会等到这个标案绝标之后 我们会跟这个企划的团队来做一个相当讨论 包括到底我们的标案里面是提到 具有国内外这个演出 这个经验的国际级的一个团队 这个阶段目前是在公开的招标 所以在整个内容的部分 我们事实上并没有办法很明确的 去提供这方面的资讯 因为总共有30几个标案 包括所有工作人员吃了便当 我们都要公开招标 所以这个部分目前因为标案都在 所谓的这个还没结标 甚至还没审查 或是溢价的阶段 所以内容的部分实在是不方便 投入印象可能会怕影响到整个招标的一个公正性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比较有所保留 那也希望就是说能够尽快的把这些行政作业 在采购法的规范底下去把它执行完毕之后 然后再来把这个资料整理完跟医会这边做报告 之前邀请的国外的这些民俗表演团队的费用 其实他们这些团队透过联合国交科文组织底下的协会 去邀请他们基本上是不收仇恼的 他们到台湾的旅费都是由他们的政府支出 到台湾之后我们这边只提供食 素跟零用金 所以他整个费用占整个通华节的比例 大概是只有10% 就是大概一千多万 那为了填补他们因为疫情的关系 边境管是没办法进来这个表演 我们反而需要邀请更多的团队来表演 事实上这个经费是更拮据的 另外对防疫的部分进入原区除了落实实名制 量体温 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之外 进入水域会再做另一层的防疫 而且水质也都加率消毒 并且按照水域的面积来进行人数总量管制 降低传染风险 跟这个所谓的消毒 然后才会进入到水域的区域 那总量人数的管制部分会按照整个水域的面积 我们去计算大概可以容有的人数 那每一个入口这个在所谓的体温量测 跟这个消毒的部分 也会去做人数的计算 那这个部分会在水域的部分会特别做一个管制 所以我们管制是管制两层吗 水域会多一层对 当整个数量在中央认为是可以继续办 手表它的病毒相对低的时候 我们在县内的我们要做层层的管制 包括入源实名制 同时要做一些健康的声明 以及在门口做一些量测 进去以后室内的场馆 重点就在于是一定要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同时亲洗手 在户外就是总量管制 那在水域方面除了总量管制以外 因为水本身我们也会定期去消毒加力 它本身其实也是个防护 在你的人数相对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话 它水因为距离很多水的传播 毕竟这个感染跟病毒的量是有关系的 其实它的危险是更低 当然我们也会要求你在岸上还是要戴口罩 用层层防护的观念 让大家能够享受一个可以细水的下雨 县长也强调 同案解释宜兰的招牌旗舰型活动 县府一定会把它办的淋漓尽致 促进观光经济发展 对于这个如果有疫情的我们会随时 是中央的状况随时有疫情的条款来停止 而且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防疫的措施 我们一定会把它做好 所以对于议员的要求 我们一向这个办活动我都很要求 也谢谢感谢各位议员的要求 我们都一起努力 最后议长才是县长施政总报告时 请文化局再向议会来提出详细的书面资料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 财团报导